看普通這邊 來這裡 好啦 別講話了 請打三顆星 趕快喔 開始在錄影喔 好 首先第一個呢 這個是我們之前沒講到的地方 請看這邊 請問你0.1等於幾分之幾 0.1就等於十分之一 好 重點來了 之前我們在講那個指數率的時候啊 沒有講到說 如果指數是負的時候怎麼辦 好 注意聽喔 如果你出現這邊寫十的負一的話 十分之一的話 答案就是十的負一次方 所以這個負一次方代表什麼意思知道嗎 負一 它代表是倒數的意思 倒數的意思 所以請問你 你猜 2的負一次方是多少 就是二分之一 3的負一次方呢 就是三分之一 好 難了一點的 那請問你 十的負二次方是多少 十的負二次方 十的負二次方 注意看 注意看這邊 猜這邊 先提比 先提比 聽我講 因為這邊比較重要 十的負二次方就等於十的二次方分之一 注意那個負號值就是倒數的意思 然後二次方還是留著 那請問你十的二次方分之一等幾分之幾 就是百分之一 就是多少 0.01 這樣會嗎 所以告訴你負的時候怎麼提醒喔 負的值就是那個倒數的意思 這樣會不會 好 那如果這題目來這邊 來看這裡 看這個例子 譬如說題目寫的是 0.0002 請問你 一路都寫了科學記號 好 第一個 他把0.0002這邊改成2 乘上0.0001 好 問題來了 請問你 0.0001得幾分之幾 他得十的幾次方知道嗎 十的 你看 這樣怎麼看喔 你看到其中就知道了 1234 是不是四個0 那就等多少 就十的負四四方 看得懂嗎 我再說一遍 你就看後面有幾個0 就會是幾次方 所以你看這邊 這裡不是有1234嗎 我講的是除了小數點以外 前面這個也要分進去喔 如果要再寫是0.0001的話 就寫十的負四四方 所以答案整個 2在這邊多少 2乘上十的負四四方 好 以此再推 我們練習一下 如果題目這樣出 0.00000012 請問你 你入學前科學記號 來 一樣方法我教你喔 前面的一定是多少 知道 前面 一定是1.2 應該講過了嘛 我說我的數字應該怎麼辦 限於一到十之間 對不對 好 現在問題來 那乘以十幾次方知道嗎 好 看一下 教你喔 注意看喔 你把小數點當標準 來 移一下吧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我是移六個對不對 所以答案呢 就寫成1.2 乘以十的 負六四方 所以才知道 舉一反三的 我如果往左邊移的時候 沒有 往左邊移 這是什麼 加的 往右邊移的時候呢 反而是減的 反而是負的 這樣會不會 可以了齁 好 會的話 我一起來練習 寫一下 如果題目是寫的是 0.000000 123 請問你 他的科學就要怎麼寫 好 寫看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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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